来 进来 小律大 回来了 阿姨好 妈 这就是我跟你说 那个范范 这今天来我们家了 你就是范范呀 对 长得还挺漂亮的 这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二十了 那你在哪上班呀 我在九点集团 哦 在九点集团呀 那你是什么职业呀 是一个低层的小员工 哦 小员工啊 那你家是哪的呀 我家是农村的 农村的呀 家是农村的 这工作还是个小职员 这样给我儿子差距确实有点大 妈 这范范第一次来咱们家 你这问东问西的 又问他多大了 家在哪 做什么工作的 你这怎么像查护骨骨一样 儿子呀 这呀 妈呀就是随便问呗 这要不这样吧 你看 我该吃饭的是到饭点了 要不今天咱们就叫范范留下吃饭 我就给你们做去 那你去吧 妈 那好 你们先说话 我这儿去了 好 我知道 范范 你看我妈年纪大了 这年纪大的人呀 就是话有点多 你也别再在意了 你看这刚才我妈也说了 可能她也不反对吧 她说你长得漂亮什么的 我觉得咱们俩 她是不会反对的 行 我相信你 但是刚才你妈说 我们差距那么大 害怕你妈心里面会有什么 范范 不会的 这我妈什么样的人 我也知道 她不会反对我们的 你就放心吧 行 我相信你 这一会儿我们吃过饭了 我们上街去买点东西 你喜欢什么 我就给你买什么 好 这我儿子呀 找一个农村的 来一趟吗 阿姨呀 想跟你说说话 好 阿姨呀 那我现在过去忙 行 你现在就过来吧 我在这儿等着你哈 好 好嘞 一会儿见 阿姨 过来了 范范 对 今天呀 阿姨让你来呀 是有件事情要对你说 什么事啊 阿姨 是这样的 我想让你和我儿子分手 不是 阿姨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跟赵斌认识那么多年了 不是说分手就能分手的呀 你看看 你呀 工作 无论是工作 还是家庭 都和我儿子呀 差距太大了 你看 我们家呀 是开公司的 你们家呀 又是农村的 咱呀 门不当户不对 你说 这怎么能接亲呢 阿姨 我知道 我是农村的 但是 我跟着你儿子 那么多年 你儿子他也知道 我是农村的 所以 阿姨 这件事 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我们两个 以后是我们两个的日子 跟你 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 这个呀 你说了不算 在这个家呀 还是我当家 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 图我们家家的业大 你才舍不得和我儿子分手呢 阿姨 我要是图你们的家钱 我根本就不会站在这 我肯定 几年前 就让赵斌 带我去你们家 商量结婚的事情了 行 那这样吧 你看 你家是农村的 我 这里有张卡 里边呀 有100万 就算给我儿子的分手费 你赶快离开我儿子吧 阿姨 我并不是图你们家钱 所以呀 这个卡 我不会要的 而且 你现在这样说了 我觉得 我跟你儿子 也走不到一起了 毕竟 有你这样的婆婆 以后 就算我们结婚了 事情啊 也不会过得多好 所以呀 这个卡 你还是收拾吧 你是不是 嫌这钱少啊 狗妈 你这一辈子 也挣不了这100万吧 阿姨 我不嫌这些钱少 但是 我也不会要你的钱 就算 我这辈子 挣不了100万 但是 我也喜欢干净的钱 这个分手 我和你的照片说的 这个钱 你也自己收着吧 还有 今天的事情 我希望 不要告诉他 你打算和我儿子 分手是吧 我一定不会告诉他的 你要是 挣钱不要啊 你这100万 可就没有了 那你就走吧 行 小妹 你怎么在这里啊 姐 我来 找她有点事 你找王总是吧 是啊 姐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王总谈个合同 走 你跟姐一块进去 过来了 是的 王总 你是不是来给我欠合同的呀 是啊 我来跟你谈一下 咱们那个合同的事情 哎 吃饭吗 你怎么还不走啊 这是我妹妹 我带她一块进来 我看她刚才在门口碰到她了 什么 曹总 这 她是你妹妹啊 哎呀 范范呀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是曹总她妹妹 你看看这 我真是油盐不识泰山啊 这个误会 可闹大了 怎么回事啊 你们 阿姨 阿姨 其实 当时去你家的时候 是赵斌让我那样说的 他害怕 我说出来我的身份 你会感觉不自在 所以 赵斌 他就让我说 我是农村来的 是 我们九点公司的一个小职员 但是阿姨 我发现 当时你脸色就有点变化 只是 我看你没说什么 我也就没敢说什么 没想到 你这些叫我过来 是拿钱侮辱我 跟你儿子分手的 姐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什么 没想到 王总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 我们多年来 一直有合作 我一直觉得 你这个人品挺好的 没想到 你这么令我失望 范斌 这都是个误会 你看 我这是 大水冲了 龙王庙 一家不是人一家人呢 这 这都是我的错 范斌 这 都怪我 你就原谅我吧 别生我的气了 阿姨 我们可不是一家人 而且 你的儿子 我也高官不起 这次说分手 确定是分手了 以后 我也不会再来找他 范范 好了 王总 就这吧 以后那合同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们走范范 王总 范范 事情怎么能办成这样呢 这都怪我 太 不应该看不起农村人呐 这真是 坏了我 坏了我的大事啊 8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今天实在真不少啊 87 你干什么了 你干什么了 一个臭臭臉了啊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 你碰到我了 不省眼睛啊 对不起姑娘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站住 对不起就完了 你干嘛去了 我 我着急去捡瓶子呢 我 你撞到我了 把我衣服弄脏了 我 我撞到你 不是说对不起了吗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我撞到你了 对不起 你知道我这衣服 多少钱买的吗 啊 你知道我这衣服 拿去干洗一次 多少钱吗 你一句对不起 就可以完事了 是吧 那那那那 那多少钱呀 多少钱 多少钱 你赔得起吗 我这衣服干洗一次 都两千块钱呢 我 我也没那么多钱 我也 我也 我也赔不了你 你看 我都能大岁数了 我 我就出来捡个瓶子 我 真是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你就 你就原谅我吧 我原谅你 我原谅你 我的损失谁来赔啊 啊 你告诉我 我的损失谁来赔啊 啊 我这衣服 你赔得不起是吧 赔不起 好说呀 那那 我 我真是赔不起 我 对不起了 我 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 你还能让我怎么样 赔不起啊 赔不起也行啊 要不 你把我这鞋 给我舔干净了 你看 你这个小姑娘 你怎么能这么侮辱人呢 我 我虽然没有钱 你也不能让我你舔鞋呀 我侮辱你 我侮辱你怎么了 来 把鞋给我舔干净 不能 舔干净 快点 快点 你这干什么你 干什么 管你什么事啊 管我什么事 我刚从这路过 听说你 让别人舔鞋 你怎么当我那么狂啊你 我就狂了 怎么了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啊 架子这么大 我可是九点公司里的七总 七总 我管你什么种呢 你现在这样侮辱人 就做的不对 大家 扫个垃圾 捡个垃圾 怎么了 他也是个职业啊 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啊 我侮辱他怎么了 关你什么事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是谁啊 你又算老几啊 别在这里碍事 我跟你说啊 今天这个事我就管定了 怎么 你还让人赔钱是怎么了 我就是让他赔钱 他把我衣服弄脏了 他不应该赔我钱吗 今天他不把这个钱赔了 甭想离开这里 小姑娘 我真的没有钱 小伙子呀 你这事你也别管了 你看 大姐 没事 这个事啊 我来解决 这看你穿的这么体面 也是个有素质的人 你说吧 需要多少钱吧 我这衣服呀 三千块钱 少一毛也不行 不就是三千块钱吗 我今天也没有带现金 来 扫码师傅吧 这也都满意了吧 这还差不多 太谢谢你了 小伙子 真是太谢谢你了 要不是你 今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你这个好人呢 大姐 没事 你看今天这个事 我要撞见了 怎么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你别放在心里 大姐 我还有事 那我先走了 那不行 你不要走 你再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 到一会儿我有钱了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没事的 大姐 那个钱啊 不用还了 这怎么能行呢 不行啊 你就起码再让我知道 你叫什么 你姓什么 好还你钱的 以后 我们还会见面呢 我走了 大姐 行啊 行啊 你慢走 这真是遇见好人了 今天 请进 你 你不是那个 爱管闲事的那个吗 你怎么会在我们公司啊 哦 原来 你就是那个西总啊 你是 我们公司的 你谁啊 你怎么会在我们办公室啊 我是谁 我是咱们公司新调来的董事长 想不到吧 很意外吧 原来你是董事长 董 董事长 这是您刚才给我的三千块钱 我也不知道您是董事长 我想知道您是董事长 我也不敢要您这个钱呀 不知道我是董事长 还不敢要这个 不敢要这个钱 你刚才 不是挺狂妄的吗 你做这样的事 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我这让秘书 调查你 很长时间了 还什么 七总 你真是 太狂妄了 这我们公司 怎么能有 你这样的人呢 你这人啊 留在咱们公司啊 就是个住宠 敲诈下面的员工 更可恨的 你连 那 捡垃圾的阿姨 你都不放过 还敲诈她的钱 可让别人给你舔鞋 你是什么人啊你 董事长 你听我解释呀 我 我这 你解释什么啊 像你这样没素的人 不 不配在我们公司 赶紧去财务 把你的公司清一下 赶紧毁蛋嘛 董事长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不要开除我 我这也是上有老 下有小的 董事长 现在知道求情了 你刚才能够劲呢 现在已经晚了 我跟你说 你这样低速的人啊 我们公司啊 不会要你的 赶紧走人吧 再不走 我就去叫保呀 董事长 我 赶紧走 什么人啊 这么大的公司 能有这样的人 真是败坏我们公司的名誉 我给你 感谢观看